今天要求所有人员统一做核酸 然后人比较多 排队的时候刚才看了一个新闻 说一个82年的小姐姐提出了11点的自偶要求 很有意思 不满足的话就不嫁人 第一点身份证是310开头 也就是说必须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就是即使后期你是有了这个上海户口的都不行 第二就是父母的身份证要求也是310开头 非知青有退休金 每个月加起来薪资不低于这个一万元 我在网上也查了一下 据不完全的统计上海的知青有这个532755人 如果按照家庭来计算 那这个比例就更大了 这一下就排除掉很多了 第三的话就是全日制985本科级以上学历的 换言之就211都不好使 第四点就是长相帅气 鼻梁挺拔 牙齿整齐 洁白 不平头 视力优秀 不戴眼镜 皮肤不黑 像彭于燕这样的 我觉得可能也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毕竟这个头发不支了 第五就是净身高要求是180公分以上 如果说你现在资产有10个亿 但是身高只有1米79 这个你可能觉得很委屈 也可能有很多不服 但是很遗憾 你被淘汰了 第六就是收入丰厚 年薪不低于100万人民币 还是咱们不懂就问 上网查了一个数据 上海市年收入基本上 2到3万的这个人群比例占到5.7% 那100万以上呢就少之更少了 第七点啊 就是要求在上海内环以内 有三套以上 三室以上 2011年后建成的商品房 或者是独立的别墅 时间就笨人一走了 说白了 除了极少数的经营人群以外啊 普通的工薪阶层 咱们基本上不用想这个事儿了 第八就是有车 市价不低于100万人民币 那100万放在有些地方 我觉得可能买一套房也够了 另外一个就是咱不知道 二手车它能不能接受 你比如说原价是200万的车 但不是新的 现在市价也在100万左右 这个是个疑问 第九就是要求1980年至1982年出生的 那这个年份卡的是非常死 那我分析呢 可能人家是对这个属相有要求啊 但是没明着说 第十就是要求会做家务啊 那按照前面的要求 也就是说这些房子每天不用打扫一遍 我觉得他找的这个男的就不用干别的了 这个第十一 未婚 这个我觉得是十分合理的 就因为如果已婚了 你再找那不是重婚吗 对吧 那法律它也不允许 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他个人表达不准确啊 他主要想的要求可能是 不接受丧偶和离异的啊 那以上就是他全部的要求 那这个东西呢 也属于人家的个人意愿 我们应该这个尊重啊 那除了吃瓜以外 咱们主要是从现实角度去分析一下 这里面的可实实性 我觉得有些要求其实不是他的要求啊 换言之是所有女生的 择偶的理想标准 注意啊 咱说的是理想 这个谁不想要哪哪都好呢 但是自身的条件 能不能匹配这个事很关键 就咱别说择偶了 你就是玩个游戏 匹配对手的时候 还得差不多水平上了吧 就不可能黑铁 给你匹配一个王者段位了 那直接崩盘了 这个我也做过好几年的 这个相亲节目 你会发现很多过来参加节目的朋友呢 都有这个现象 就是要求一大堆啊 但是要求一多了 其实就是没有要求啊 因为需求不精准 什么都想抓 最后导致什么也抓不住 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你自己心里得门清啊 人间清醒 就想人家经济条件好啊 那这点满足了 其他的你也可以降低一点 都可以接受包裹 希望能天天哄着你 陪着你的 那你也别嫌弃 人家没有时间出去挣大钱啊 毕竟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就还是那句话 你希望找贝克汉姆的同时呢 也得看看咱们自己到底是不是维多利亚 毕竟还有一堆要求只是男的活的 这些朋友还没找到呢 你这样一别自己的压力就很大 最后还是希望所有的好朋友 都可以尽快找到自己的真爱